各位观众您好 欢迎收看这一期的明镜焦点节目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敬请按赞订阅留言分享 并请开启右上角的小铃铛 这样如果有新的节目发布 您便能第一时间收到通知 接下来就请您一起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美国时代周刊有线电视新闻网CNN 驻北京分社社长佛洛克鲁兹 近日来出版了新书北大77集 介绍了77集同学跟校友 在中国现代化进程当中 走上的不同人生道路 这些人包括了现任总理李克强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跟流亡美国的民主宣导者王军涛 佛洛克鲁兹不仅曾是美国媒体 常驻北京的记者 他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中 许多著名人物的同学跟校友 1971年佛洛克鲁兹 作为左派学生领袖 随着菲律宾青年代表团访华 抵达中国的当天 恰逢时任菲律宾总统马克思 下令镇压反对派 导致他没有办法回国 经历数年在中国的流亡 不仅让他学会了中文 而且有机会进入到北京大学文革之后 充气的首届本科升班77级 近日他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 谈到对时下 或者曾经是中国领导的几位政治人物 同时也是他的同学校友的观察 另外也谈到了他对于习近平政策 以及美中关系未来的看法 首先在谈到中国总理李克强时 弗洛克鲁兹表示 当时自己读历史系 而李克强在法律系 所以当时他们并没有真正经常 或者是频繁的交流 只有见过他几次而已 他对李克强的印象是 典型的来自北京以外的地方的年轻学生 看上去是一个很简单 说话很温和的人 当时李克强是学生领袖 也当过学生会主席 他毕业之后留在了北大 成为北大共青团的活跃领导人 最终成为当时全国共青团的领导人 后来当他成为副总理跟总理的时候 弗洛克鲁兹在新闻发布会上问过他问题 从言谈当中 感觉李克强不仅接受过法律方面的培训 还接受过经济学方面的培训 所以弗洛克鲁兹认为 李克强很适合当中国总理 主要是管理经济跟官僚机构 弗洛克鲁兹认为 李克强非常的聪明 精通法律跟经济的问题 显然也非常的熟悉 中国的政治格局 特别是高层 他不会大胆的说 或者是做任何的事情 而是个勤奋的人 一个更愿意待在幕后 只专注于他要做的事情的人 他知道自己的优势 在于管理官僚机构跟监督经济 所以弗洛克鲁兹认为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他是担任中国总理的完美选择 就像周恩来在毛泽东之下 扮演二号人物一样 当记者问到近来社交网站上面 出现了很多有关习下礼上的传言 李克强在通往中共二十大的权力重组当中 将会扮演什么角色的时候 弗洛克鲁兹认为 中国选择采取新冠清零的政策 对经济对贸易等诸多方面的影响不可低估 特别是过去几个月来 对中国经济造成的深刻影响 将要一个一个的漫长过程来克服 所以考虑到这种情况 李克强总理的角色正在上升 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社交媒体上有很多传言说 他至少会留下 或者是他会上升 或者是取代一号位置 弗洛克鲁兹认为 一般一个总理在这种情况下的作用会更大 因为这些都是具体问题 是政府官僚机构必须要处理的生计问题 总理及其内阁有责任要处理好 中国在未来几个月内 在应对疫情造成的非常特殊 非常具体跟切实的问题 谈完了李克强 弗洛克鲁兹也谈到了 前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 他跟薄熙来同为历史系的同学 弗洛克鲁兹回忆 薄熙来在北大是一个个子高大 迷人的学生 虽然他跟其他人一样穿着旧军服 但是他仍然因为他的个性而脱颖而出 当时他的终极抱负是学习如何提高英语 学习做一个外派记者 人民日报特派员或者是新华社的特派员 所以薄熙来经常在北大食堂吃午饭时靠近他 主要就是为了要练习英语 薄熙来对外面的世界相当的好奇 问了他很多在菲律宾长大的事情 以及他对其他国家跟美国的了解 此外 弗洛克鲁兹也从共同朋友那里得知 薄熙来其实很喜欢古典音乐 也很喜欢跳舞 所以他相当的惊讶 薄熙来最后会重振 弗洛克鲁兹谈到薄熙来 后来在大连市长期间接受了他的专访 见面的前几分钟 两人谈论北大 询问朋友跟同学 甚至还热情地拥抱他 在薄熙来升任商务部部长进入到中央之后 北大同学在一家旅馆聚会 那个时候薄熙来没有多说话 试图要淡化自己的政治野心 而是专注于问每一个人最近怎么样了 但是那时候大家都知道 他即将要成为国家领导人了 弗洛克鲁兹观察薄熙来在某种程度上 是非传统领导人模式的中国领导人 因为他敢于做一些有野心的中国领导人 不会做的事情 他喜欢举行新闻发布会 喜欢跟媒体交谈 他有时候用英语跟外国游客交谈 有时候也跟媒体交谈 他在交往当中很有魅力 他很像菲律宾或者是美国的典型政治家 跟人握手亲小孩之类的 这些都不是中国官员的典型奏派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 弗洛克鲁兹认为薄熙来相当的突出 有人认为他是在炫耀或者他很嚣张 但这就是他在北大学生时代就已经看到的性格 对比李克强跟薄熙来 弗洛克鲁兹认为 领导人的性格在中国高层权力角逐当中 起着关键的作用 所以李克强升了又升 部分是因为他的低调跟愿意 在幕后的性格 并且遵循每个人都遵循的某些规则跟协定 但是薄熙来甘于打破规则 打破协定 打破典型中国领导人的模式 但有趣的是 弗洛克鲁兹在书中写道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虽然李克强跟薄熙来都瞄准了中国一号的位置 但是竞争的获胜者却是习近平 对此他解释到 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 有自己的规则 但是他也发现很多领导人的共同目标是社会稳定 避免混乱 多年来他多次的看到很多政策 很多举措要么放缓要么停止 都是因为领导层得出结论 这会对社会稳定不利 因为每一个人都不喜欢或者是害怕混乱 弗洛克鲁兹在中国生活工作了将近50年 目睹了文革的结束 见证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但是今天在习近平的统治下 香港实行了国安法 中共官员要效忠于领袖 百姓要唱红歌 许多人感受到的是中国正在朝锚时代来倒退 不过弗洛克鲁兹认为 习近平政府正在尝试用不同的方法来做不同的事 这一代中国领导人面对到的挑战是 如何适应中国跟中国以外 正在发生的非常快速的变化 这一直是共产党跟中国领导人面临的挑战 也就是如何看待国内外瞬息万变的环境 他们的挑战是 他们的政策应该如何适合中国人民的愿望 这包括了正在崛起的中产阶级 他们希望中国保持开放 中国与外部世界保持联系 他们拥有工作出行教育等自由 弗洛克鲁兹认为 最终如果共产党想要继续掌权 他们就需要解决这些问题 也就是生计的问题 他们需要经济保持增长 他们需要人们对未来保持乐观 因为这是过去30年来的成功模式 弗洛克鲁兹提到 习近平在2013年 被任命为最高领袖时提出的中国梦的概念 当时他发表了非常简短的演讲 说希望未来中国人能够享受蓝天 一份稳定的工作 孩子能够获得到教育 弗洛克鲁兹当时认为这是非常务实的立场 或者是可行的计划 如果中国领导层坚持这种心态 坚持务实的目标 那么大多数中国人都会支援 毕竟中国人跟其他国家的人民有同样的梦想 那就是过好自己的生活 有稳定的工作 医疗照顾跟孩子的教育 政治跟意识形态 中国大部分人都不会太在意 只要不影响到他们基本生活的目标 谁当权 他们就会跟谁走 中国过去五年来一直在打压楼市 到了2021年下半年 中国房地产下行到冰点 交易量 投资额等指标甚至出现了腰转 以恒大为代表的一众地产企业 也陷入到严重的经营危机 今年初中国遭遇到新冠变异株的袭击 上海 北京等重要城市陷入到长时间的封城 振兴经济的难度跟急迫性越来越高 过去二十年来 中国经济每遇到困难 刺激房地产行业就成为了万年零药 屡市不爽 这一次也是如此 4月29号中国政府发出信号 各地政府纷纷放松限制 抛出了各种刺激政策 但是两个月过去了 楼市并没有外界想象的快速反弹 带领中国经济走出困境 根据BBC中文指出 2022年前五个月 全国百成商品住宅成交面积同比下降的51% 同期全国百强房企连续下降五个月 而且降幅如月地扩大 从1月的39.7% 扩大到5月的59.4% 这样的局面主要是长期政策 跟短期疫情冲击两方面共同造成的 从2020年开始 中国政府就陆续出台一系列的政策 要打击炒房的投机心态 稳定楼市价格等等 整个2021年 房地产行业都处于深度调整当中 恒大、融创等风光一时的大型房企 也在这一年当中不断地挣扎地要应付债务危机 而今年3月初开始 疫情让经济预期迅速地恶化 楼市销售腰斩跌入到谷底当中 中国政府就经济的愿望越来越迫切 开始放松了许多的管扣 虽然仍然强调房租不吵 但是已经容许越来越多的弹性 包括了降房贷首付 放宽限购限售 全面降息等等 地方政府当然应声而动 甚至有超过10个城市 宣布在彭户区改造当中 推出房票安置的方法 过去6年来的楼市寒冬 在今年春夏之交一举扭转 在经济困难之时 中国总是采取刺激楼市这招屡试不爽 房地产行业的重要地位清晰可见 香港中文大学商学院房地产 及金融助理教授胡荣指出 房地产是支柱产业 住房更是居民的主要消费跟投资的支柱 然而不同于前几轮刺激的烈火烹油 虽然当前各地楼市调控松绑政策评出 但是市场反应冷淡 面对到各地政府热情的松绑政策 消费者持币观望 使得房价不涨反跌 有评论认为楼市触底之后 不会迅速地反弹 而要经历缓慢恢复的过程 而目前房地产价格仍然处于相悖的高位 而且中国整体经济增速放缓 疫情又影响到就业 工资跟投资的收入 加上欧美普遍担心 由于通胀而引起的经济衰退 将很快地到来 从而使得目前这一轮刺激的效果并不明显 从现实面来看 中国面临疫情采取更严厉的清零政策 对国内经济确实造成了打击 仅有经济成长放缓 就连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 重视的克强指数也出现了两项下滑 港媒报导指出 这显示了中国经济正确确实实地面对到挑战 报导指出 耗电量、铁路货运量跟银行贷款 是克强指数的三大指标 也就是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分析经济数据的指标 就中国国务院日前发布的监测会总数据来看 货运量、用电量都呈现出放缓的迹象 只有银行贷款发放量走升 外界估计 这是李克强推出稳住经济大盘的政策所引导的企业个人贷款结果 中国对疫情采取严厉盛防的态度 经济也终究出现了断崖式的下跌 为了互助国内经济 李克强带领国务院紧急推出稳住经济大盘的措施 透过了各大金融机构释出资金 吸引企业跟个人的贷款 贷款数量才出现的略为上扬 然而也就仅仅如此而已 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则在日前表示 在诸多政策的拉抬之下 中国经济第三季加速反弹是必然 但是能否持续的复苏 其政策基础跟内需的动能 依然是中期经济必须要高度关注的焦点 振兴楼市有没有用 也有评论认为 房租不炒跟刺激楼市 两者的关系之间非常的微妙 本质上来讲 房租不炒是指抑制投资需求 但是并不排斥居民自住消费的需求 而放松楼市限制的目的 是要鼓励居民自住消费 但是并不鼓励投机炒房的需求 但是住房本身是有着消费品 跟投资标的这样的双重属性 这使得这两类需求的鼓励 或者是抑制都往往是同时产生 从而使得抑制或者是鼓励的政策成效 都难以把握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